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被信号高层找的小混混追杀 过得就跟一个过街老鼠一样 吃不饱穿不暖 可是没办法 他不跑 被抓的话 肯定是会被打死的 安然一边跑 风刮过他的耳朵 关进了肚子里 胃也早就饿得空荡荡的了 一跑就更加的饿了 他在头晕眼花中 恍惚地往回看 想起了曾经的日子 再想想现在 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可是就算是再难受 他也不敢停下来 只能是生不如死地 继续抱头鼠窜 他完了 他这辈子都完了 再也不可能翻身了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他都只能是像现在一样 偷偷摸摸地活着 永远也不知道 哪天会被抓 只能是吓得 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他刚这么想着 突然就迎面撞上了 一个健壮的男人 男人力气大 在安然撞上去的一刹那 伸手推了他一把 扑哧一声 安然摔在地上 膝盖全部都被擦破了皮 看起来狼狈极了 那男人还指着他的鼻子 在叫骂 哪跑来的这个疯婆子 眼睛有问题吗 看不见人 真他妈的晦气 黄信刚刚给他的钱包 被这么一桩野状飞出去了 钱夹里的钱洒了一地 男人发现地上的钱 弯腰刚要去捡 突然斜斜地冲出来一个疯子 逮着他就不要命地撕咬 我的钱 是我的 滚开 滚 卧槽 老子只是看一下 你疯了 男人嘴上这么说着 人却是躲得远远的 生怕安然有传染病 咬他一口会得不偿失 安然迅速地把地上的钱 全部都揽入了怀里 满脸惊恐地 不停地往回看 在他后面 追他的人也赶到了 如果他不要地上的钱 还跑得掉 可是他贪婪的一张 都不肯放过 等他捡完地上的钱 追他的人也赶到了 两个人摁住他的肩膀 把他的手抓住 地上的钱 也全部都掉下来了 重新洒了一地 安然全身剧烈地颤抖 一面伸出手 钱 我的钱 安总监 你这一个月 把我们兄弟耍得是够呛啊 你自己惹了事 还想不负责任跑路 这可不好说 走吧 跟我们去见见其他的董事 董事们可都等着你呢 我不去 我不去 安然的目光 总算是从钱上面移开了 开始拼命地挣扎 那些人都是道上混的 没那么善良 见他张嘴来咬 一个人摁住他的肩膀 一个人扬起手 啪啪两个耳八子 就甩了过去 打得安然是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才收手 围手的男人一脸阴沉 挥手道 带走 安然拼命地挣扎 嘴里发出了乌咽声 可是没办法 他根本就挣扎不了 绝望地被带上了车 他被拉上车的那一刻 突然放声大哭 就好像是输掉了一切 精神彻底地崩溃了一样 不是我 我不要 我不是安然 不 我是谁 我是谁 他哭得崩溃 说话颠三倒死的 可是没有人打理他 没有人管他疯了没有 关上车门 几个人迅速地上车 车子绝尘而去 路边上的钞票被风吹起 刚刚安然撞到的那个男人 婉咬喜滋滋地捡起了钱 一边莫名其妙地呢喃 哼 那女的是疯了呀 又哭又笑的 这群人又是什么人啊 该不会是绑架吧 算了 光我屁事啊 车子迅速地消失在了街上 就好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一个女乞丐一样 思辰在全球直播上 向林安心求婚 迅速就占据了各大热搜榜的 实时搜索第一 赤恩恩给林安心发了消息过去 问她看到了没有 林安心半天没有回消息 正好 许义端着一杯果汁进来了 把果汁放在她面前 笑着跟她说 少夫人 您的苹果汁 谢了 这几天 赤恩恩都是跟着丽北角 来历史财阀 和她也混熟了很多 每天 许义都会换着花样的 给她鲜榨果汁 她都习惯了 随时都喝一杯 哎 对了 少夫人 你看到了网上的新闻了吗 四少跟林小姐求婚了 丽北角去开会去了 许义送完果汁 没忙着走 陪着她聊天 主动地找话题问 赤恩恩喝了一口甜甜的苹果汁 抬起头道 知道呀 我刚刚看到了 许义特别的八卦 立刻就凑过来 对她挤眉弄眼地打听消息 哎 少夫人 你跟林小姐关系那么好 林小姐有没有告诉过你 她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啊 会不会答应四少的求婚 赤恩恩无语了 许义见她一脸黑线 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解释道 不是我想知道 是外面的妹子们想知道 听说我要给您送果汁 就让我帮忙打听一下 美女的要求 我也不好拒绝嘛 少夫人要是不方便透露 那就算了 看来八卦果然是不愤男女的 吃恩恩窘了一下 没有不方便 主要是安心还没有回我的消息呢 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 等我知道了我再告诉你吧 好 谢谢少夫人 许义有点失望 其实除了外面茶水间的那一群秘书和前台想知道之外 她自己也是很好奇 她还参与了赌博 压了五百块钱赌灵安心会接受求婚 半年内举行婚礼 她以为迟恩恩知道 谁知道迟恩恩也不知道内幕 徐一失望地出去了 她前脚刚走 后脚开会地西装挺拔的男人就进来了 迟恩恩放下了手里的玻璃杯 站起来叫了一声 丽北娟 俊美尊贵的男人迈开大长腿朝着她这边就走过来 静直地走在她的面前 伸手在她的肚子上摸了一下 问道 无不无聊 赌恩恩摇摇头 还好 我在看书 也不无聊 你忙完了 嗯 走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许义说附近有一家还不错的烧烤 你应该喜欢 赌恩恩被她拉着连包包都没有来得及拿 一边晾抢着跟她走 一边问她 吃宝贝也喜欢吃烧烤 要不要让尹墨送她一起过来 咱们一起去吃 还有诺诺 今天她好像也在家呢 丽北决牵住她的手 十指紧扣 拥地把她带进了电梯 摁下了一楼 他们今天都不在 老头子早上就让人把他们给接走了 他们在爷爷那儿 老头子想他们了 哦 吃恩恩也没说什么了 电梯盯的医生就停在了一楼 他们刚刚走出去 一个助理模样的人就追了上来 跟她弯腰打了一声招呼 马上跟丽北决说 总裁 企划部有个紧急的事情 需要向您汇报 您看能不能抽十分钟的时间 丽北决皱了一下眉头 俊莲写着不耐烦